1983年4月8日,在位于美国新泽西州Towns River县的一家医院里诞生了一位很特别的宝宝,名叫Kevin Clark 在仅仅出生没几天后小Kevin就成了当地乃至整个美国的红人 他的照片在当时登上了包括纽约时报等等在内的不少报纸之上 和其他普通新生儿不同的是,Kevin刚出生时的体重就已经超过了7.25公斤 几乎是别的健康宝宝的体重两倍之多,是整个州有史以来最重的新生儿 凭借着如此的大块头,Kevin自然被媒体关上了巨婴的名号 在Kevin出院的那一天,无数媒体纷纷赶来各种拍照采访 小Kevin和父母一起登上了报纸 在那一年,巨婴Kevin的事迹广为流传 在当地大家总是乐此不疲地聊起这个胖乎乎的小家伙 时间一天天地过去,渐渐地巨婴Kevin也慢慢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如今距离Kevin出生已经过去了35年 曾经的巨婴这些年过得如何,现在又是什么一副模样呢? 前不久美国媒体再次找到了35年前轰动一时的Kevin 如今的他续起了大胡子 不过和小时候没有变化的是,在一众同龄人中Kevin依然是那个最大块头的一位 带着巨婴的名号从小一路长到大 Kevin的成长之路和普通孩子稍有那么些不一样 从小Kevin不论被带到哪里都是人们重点关注讨论的对象 四天大的Kevin 胖胖的Kevin更是像如今的表情包一样在当时被大家玩成了梗 不管媒体还是电视之上,大家经常拿Kevin来开玩笑 另一方面因为巨婴的身份Kevin排长到了不少甜头 出生没几天后他就替父母赚到了人生第一桶金 有媒体需要我的故事所以在当时给了我父母2500美元 这笔钱可不是小数目,在当时对我们一家来说很重要 依靠这笔钱我们飞到了加州和我的祖父母团聚 我的父母也安家并退休在了加州 巨婴的称号甚至让当时小小年纪的他比起其他同龄人更有竞争力 在自己还是个儿童的时候,他就提前收到了一些工作邀请 我收到过NFL,美国职业橄榄球联盟,的来信 信中说他们会给我提供一份工作 那就是等我长大后可以考虑为旧金山巨人队效力 此外我小时候还收到了美国海岸警卫队的一封信 他们希望当我长到够大的时候可以去参观一下他们的学院 或许以后经过学习可以问 感谢观看